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打开圣经出海基基第10 40章 34节到38节 出海基基第40章 34节到38节 前两堂我讲的到 你要记得 我都在针对时间 第一堂我告诉你要顺服上帝的时间 因为上帝的时间不可以动的 当上帝做过的时候不可以动的 你一动都有宅货 所以让他自由 第二堂我给你分享的 我说你要享受在上帝的时间 当你懂得 懂得享受在上帝的时间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都平安的 有上帝来看过你 还有什么可怕的 今天我们要就来一起思想 怎么样认定上帝的时间 identify time of God 认定上帝的时间 怎么样去知道 是否是上帝的时间 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现在我要带领你们看这段经文 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一个很重要的记载 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 四十年在旷野里面行走 没有方向 没有时间 没有目标 就在旷野走四十年 上帝怎么带领他们 这个记载非常重要 你看 出来的记忆第四十章 三十四界到三十八界 圣经这里记载说 当时银采遮盖灰墓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墓 摩西不能进帐墓 因为银采定在旗上 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墓 每同银采从帐墓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银采若不收上去 他们就不启程 只等到银采收上去 日间耶和华的银采 是在藏墓以上 夜间云中有我 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他们在他们所行的路上 都是这样丢到高 他在高天摩摩摩摩在你面前 我求靠着神明 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明白你的声音 好让我们的灵苏心 我们更加属灵的 来敬拜你 跟祝你 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主人的平安 谢谢你求您祷告 同耶稣基督的神明求 对不起没 段经文记载以色列人 四十年在旷野 上帝怎样带领他们 你看到有两件事情 上帝这样子来带领他们 第一 每一天有云场 或者叫云柱 下到藏墓 就是他们敬拜神的圣殿 藏墓那边 他们这样子的整个干起来 好多好多的那个立位人 干着战盆 抬着月柜 走在旷野那边 每逢呢 那银彩放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停在那边 OK 银彩收起来的时候呢 就起行了 所以他们都会冲走 知道吗 走了 要走了 即可收拾东西 即可收拾东西 马上就跟着走 你不可以跟着走 因为你不可以跟着走 你就迷失了 你就饿死在旷野里面 早上就云彩遮住 这云彩要用功用 怎么功用呢 因为他们在旷野 很干烈的 很热的 这一些银彩呢 就有 就可以挡住阳光 使他们在这个银彩里面呢 很舒适的过生活 然后晚上也很特别 晚上在旷野是很淡的 这个银彩里面就开始有火烧起来 这叫火柱 火柱 所以晚上呢 他们就会好像很亮的 那个情况底下来生火 早上有银彩遮太阳 晚上有火柱来给他们亮光 当那个银彩突然间收上边的时候呢 就起行 他们走啊走啊 一看到银彩又在下来 就在当地挺杂营 这个就是上帝这样子来带他 这整个历史的记载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上帝带人的情况 其实当时候的以色人 他们不知道 几时要走 几时要停 他们也没有得问 几时要走 几时要停 银处停在那边 无论过多少天 他们都要等 当银处即刻收 他们即刻要走 无论他们停有多久 你明白吗 对不起 当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来看我们跟上帝 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认定 identify 去知道上帝的时间 基督徒有一个困难 就是常常去寻求上帝的时间 到底我这段时间 做这个事情对不对 我应不应该做这个决定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很怕 我们走在上帝的前面 因为我们走在上帝的前面 我们怕得罪神 对不对 我们更怕走在上帝的梦面 当我们跟不到上帝的脚步的时候 我们很怕失去的机会 对不对 对不起 到底怎么样来认定 什么时候是上帝的时间 其实 你看这段经文 再加上我反问一个问题 你思想 你就开始找到答案 我问你 你几时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你几时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因为这个二十小时是上帝给你的 这个生命上帝给你的 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上帝的管理底下 在上帝的掌卷底下 你几时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你还每一天都在找上帝的时间呢 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你要辨认是否上帝的时间 难吗 不难 他没跟你一起往上 不难 你知道什么 只要第一 我们来看 你承认 大家说 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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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帝的时间 你就知道上帝的时间了 你只要承认是上帝的时间 就是上帝的时间了 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对不对 为什么你怕 为什么你紧张 压力 你每一天都在上帝的时间 看看经文 比较后书2 Peter 第三章一八节 比较后书2 Peter 第三章一八节 注意比较 讲一个很深奥的真理 他说 亲爱的弟兄 有一件事 你不可以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比较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忘记这件事情 上帝的眼光 和你的眼光不一样 有一个人 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一个年轻人 他就问上帝 上帝你是不是看千年如一日 上帝说对 一日如千年 上帝也说对 那你看一千万等于你的多少 上帝说一千万等于我的一块钱 他就祷告说上帝你可以给我一块钱吗 上帝就告诉他说你等我一分钟可以吗 明白了 我的意思吗 他千年如一日嘛 一分钟等一百年嘛 他死掉了哦 等一百年嘛 兄姐妹 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在上帝眼中的时间跟你不一样 在上帝没有分别时间 你的七岁的时候 跟你七十岁的时候 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模一样的 你的十八岁的时候 在你八十八岁的时候 上帝的眼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的祖宗十八代的时候 到底今天这一代 上帝的眼中也看成一样 因为上帝的眼中没有时间呢 他掌控时间 他给时间 他设定时间 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你的命或顺在他的手中 你病或健康都在他的手中 你蒙福或者事发也在他的手中 在他没有时间了 只有你有时间 就是因为你有时间 所以你压力 兄姐妹 我证明给你看 你的时间 其实不是上帝的时间 你的时间只在于 地球而不是上帝的时间 而不是上帝的时间 这个就是地球 其实我们整个宇宙都在动 整个宇宙都在动 地球自转一圈 多少个钟头 20小时 对不对 然后地球 绕着太阳系 一圈 365或者326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 这全部都在转哦 连地球本身都在转哦 地球转一圈 是20小时 太阳如果转一圈的话 是地球的35天 你明白吗 这个眼睛 所以呢 当你在地球转的时候 是地球的时间 20小时 他在上帝的眼中 每一粒都在转的 都是不一样的算法 而且距离越远的 绕太阳系越远的 时间越长 这个太阳系 其实在这里 银河系里面 有好多好多好多的 那个系在那边 宇宙系 然后这个银河系里面 你的太阳在这里 地球在这里 所以一直在转 其实太阳 这个这个银河系 也在转哦 银河系 如果这样子转一圈 等于地球的多少别 你知道吗 等于地球的 我要看一下 等于地球的二亿五千年 二亿五千年 你在哪里 二亿五千年 地球在哪里 深入在哪里 你去研究 这是上帝的存在 我问你 你的时间 是不是上帝的时间 你的时间 不是 你所看的上帝的时间 上帝看的在整个宇宙 的时间 他对你 对我 你怎么样辨论到 是上帝的时间 其实你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为什么人困难 原因只有一个人不承认 那是上帝的时间 人只认定了 每一次祝福的时间 成功的时间 啊 对了 是上帝的时间 但是人不接受 那一些不如意的 那一些苦难的 痛苦的时间 所以我们常常在寻找 那个成功的时间 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念 尝尝我们的心所想的 在这一个时刻 at this moment 那就承认上帝的时间 除非这样子 我不承认上帝的时间 那对我姐妹 这就是人肉的意思 我们永远变入到上帝的时间 因为 其实 我们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只是我们不承认 那是上帝的时间 其实一个属灵的基督徒 我告诉你 每一天都是上帝的时间 不是基督徒 也是上帝的时间 没有变的 你要或者不要 你承认或不承认 你还是在上帝的时间 不过你承认的话 你今天就明白上帝的时间 知道上帝的时间 你不承认的话 你自己受复 各位姐妹 今天你要认定上帝的时间 难吗 其实不难 你从来没有 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你就认定 承认这个时刻 今天今天坐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是上帝的时间 我在每次当中 今天我讲这篇道 上帝已经知道了 是上帝的时间 我即时离开这个场台 即时回天家 上帝也定了 在我的母腹当中 还没有我之前 我的时间已经在上帝的手中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今天你苦吗 感谢主 这个时间 就是上帝给你苦的时间 磨练 你开始越来越好了吗 还有一点问题吗 还有达到一个目标 感谢主 那是上帝 锻炼我的时间 有进步了 开始要接受应许 当然成功了 感谢主 上帝这些人的磨练了 就是要促进 这个成功的结果 明白吗 所有的一切 从苦到甜 甜到苦 都是在上帝的时间 当你承认 你今天早上 你就被释放了 你不用圣神的祷告 主啊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来到 什么时候改变 什么时候得到这个 什么时候得到那个 什么时候得以解决 你不需要的 因为上帝已经为你 第一备好了 你只要承认这段时间 是上帝的时间 你今天就知道什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在肩膀上 套上 今天是上帝的时间 今天是上帝的时间 再加一句话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第二我们来看 怎么样认定是上帝的时间 其实不难 我们来看 只要你随从 大家说随从 随从 follow follow 随从 这上帝的时间 就是随从这上帝的时间 跟这上帝的时间 我们来看 段经文 耶稣讲了一系列的话 就这样 很深的一个真理 不过不难明白 我来看 阿弥陀佛 第三章 五十八节 耶稣说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天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 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也是如此 这句话记载了 之前有一个律法师 名叫尼格迪姆的人 问耶稣一个问题 我现在完成了律法 什么从小就进行律法 我可以进天国吗 耶稣跟他讲一句话 进天国不进天国 我看你守律法 是看你有没有重生 他还是不明白 人我已经不是多水了 怎么要重新基督妈妈 肚子再生出来呢 耶稣说不是这样子的 什么是重生 就是一个人 好像风这样子 你听到风的声音 但是看不见风 你感觉到风去左去右 前后 你跟着风 当它向左向右的时候 这种人就是从灵生的 这个风代表圣灵 意思说什么是重生呢 其实很简单的明白 重生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 将他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 让圣灵自由地带领他的生活 当圣灵无论带领他到哪个地步 他都相信都随从着圣灵的带领 这一个人就是属灵人 这个人就是属灵人 这个人就是重生的人 这个人就很肯定的可以进天国 明白哦 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一个信他的人 怎么样辨认 是否是他的事件 很简单 跟着 随从着上帝的事件 当圣灵要你听的时候 你听 当圣灵要你等候的时候 你就安静了很多 当圣灵要祝福你的时候 自然有他的时间 你不要他来的 当主说不可以的时候 你去到哪里 去祖岛的时候 你就停在他的祖岛那边 你知道在祖前就有危险了 因为上帝在挡着你 火珠早上照着 是早上 晚上云珠下来 就是夜晚 火珠和云珠带领这些人 都有他的用处的 他们不知道几时要走 当云珠收起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走 火珠当云珠下来的时候 无论是哪里 他们不懂的方向 他们在旷野 他们一定要停 然后这个云珠在那边 无论多久都好 他们也不可以动 直到云珠收起来 这就是当地带领的方式 不过这四十年来 圣经就告诉我们 他们所穿的鞋没有一个破的 衣服没有一个破的 没有一个人饿死在旷野里面 他们没有做到工 没有做到工 没有的饿死 只有他们背叛上帝的时候 他们被审判 听见没 这是上帝带领人之道 上帝带领人之道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相信他 你跟着他每一个生活 他总是为你开路 阿们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事件 人为什么会觉得找不到上帝的事件 不明白上帝的事件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要自己掌管自己的事情 其实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呢 人类最大的罪就是人要成为神 当人不再站在人的本分 要成为神的时候 这个是人最大罪 我们人本来上帝的创造的本分就是 来掌管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由他来带领 来祝福 但是人不要成为人 抢夺上帝的主权 要自己管理自己 要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 被命令上帝 各位姐妹 这就是人最大的罪 因此 人受咒诅 人受的就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要我们的事情即刻发生 不听上帝的代理 不承认上帝的时间 也不随从上帝的时间 我们要就是要 你自己受不了的 我告诉你 因为你改变不了上帝的时间 你也没有办法阻挡上帝的时间 不过你硬硬撑着要违背上帝的旨意 我说现在的现在 我不能等了 我要就是要 我要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按着我的思想发生的情况 才有得救 上帝的方法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有祂的旨意 只要你随从上帝的时间 其实你就在上帝的时间 你不必很深入的祷告 祖国提示 祖国什么时候姐姐 祖国什么时候长到 祖国什么时候给我 当初急了要死了 祖国今天就死了 现在还没有死 还是不是死不了 是你的心 你的意念 你的心智 要强过上帝的代理 要决定你自己的道路 因此 你自己送 因为我们人 没有一个 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也没有一个 可以胜过上帝的时间 没有 因为这时间和生命 是上帝 设立给你的 赐给你的 祂有权掌管 祂也不会让你掌管 你选择被你 是你自己受苦而已 兄姐妹 所以耶稣讲的一般话 祂说怎么样进美国 就是把生命的主权 交给圣灵来 派你一下 祂像风这样子 你看不到祂 但祂吹这边 你就跟着祖这边 突然间转方向 你就转方向 祂要不停 就停在那边 没有生命的时候 你就等候 等到生命就在走 这个就是 上帝的时间 有一个牧师 他在教会里面 对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急着要得到答案 他找一个 比较道行 比较高的牧师 老牧师 就请求老牧师 为了祷告 牧师啊 你为我祷告 我教育发生了这个问题 牧师祷告了三天过后 他去找 找个牧师的时候 牧师反了 讲的这样子的话 他说到底你是 你的教会的主人 还是耶稣是你教会的主人 如果你是你教会的主人的话 你就去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是上帝是教会的主人的话 应该是不用问了 你就听就好了 等着上帝来解决 他的故事很生气 我叫你为我祷告 你竟然给我这样子的话 反了拿我来骂你 后来 他的问题解决过 圣灵感度他心 让他看见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不是他解决的 是耶稣自己解决的 如果你能够顺从上一个世界 你是一个喜乐的人 你每一天都没有去跑了 你每一天都不会担忧的 因为你在上帝的世界 上帝爱你 上帝看护你 他必定为你开路 世界 因为他今天要我受苦感谢主 今天要我喜乐感谢主 总之他要我受苦 我知道这个受苦肯定对我有帮助 他要我喜乐感谢主 他是呼应我喜乐的时间 让我享受 当他在磨炼我的时候 我知道我有更大的事情要承担 他必须训练我 可以接受更大的任务 所以我继续走下去 你就这样子每一天 顺从上帝的时间 你就每一天成长 每一天喜乐 每一天平安 我告诉你 有点累 我研究事情 研究了好多年 到现在 我的牧养的 那个生活 才得到完全的试图 其实 我早期 我真的是很压力的人 每一天都要追到目标 每一天都看到 要看那个人数 一家都没来 我的心都不把我跳 少了一个姐妹跑掉 我心都不把我跳 OK 教会有一点事情动荡 我就很紧张 晚上不是很老教 教会的经济 出现的状况 我开始慌张了 直到我明白真理 其实我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是上帝做主 不是我做主 每一天生活 都是他供应的 这是上帝的教会 不是我的教会 我不是主人 主耶稣才是主人 我只是他的仆人 做每一天 该做的工作 顺从他的实义 就这样子 教会就增长了 就这样子 世功就扩展了 这样子 灵魂就得进了 这样子 生命就改变了 这样子 就会成长起来 就是那么简单 做完西拉的荣耀 很尽忠的 很多牧师问我一句话 嘿 你做那么事关 这么多事你会被奔回 我说 我反而觉得我做的不够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你不会累 你不会孤肝啊 我从来没有孤肝过 反而是越来越往生 越来越充满的冲击 看我的愿 越来越大的异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明白真理 我知道 我的一生的年日 不是我决定的 是上帝的手 教会上下起落大小 都不关我的事 是上帝的手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器皿 不忍 让他来用 完成每一样任务 他会供应 他会代言 他会开路 他会帮助 你的生活也是一样 对不起没 你的生命也是一样 其实你不用烦了 你只要跟着走 每一天感恩 一早上起来喜乐 今天就是上帝的时间 今天上帝给他 上帝我同在 上帝给我离开我 今天一切都是上帝在安排的 你在上帝的时间 当你承认 当你顺从 随从上帝的时间 你每一天中我都喜乐了 Amen 你每一天中我都平安了 你不会有压力 你会忧一会担忧的 你在哪里 因为上帝带着你 你相信上帝 就这么简单 一个人最难做在认定上帝的时间 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就是安定 大家说安定 安定 安定 是最难做的 如果你可以安定在上帝的时间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认定 辨认是否上帝的时间 看上去 耶稣基督教我们祷告 他唯一教一次怎么祷告 很重要 这个祷告就是整个祷告神学根基来的 你要这样子祷告 也就是说 来看马太福音 Matthew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九之十节 Matthew 6 verse 9 大家一起来看 所以也就是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你们祷告的时候 这样子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再抓紧一点 大家一起跟我念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 行在我的身上 好像 行在天上一样 行在天上一样 这个就是整个祷告神学最基本 最重要的原则和根基 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说 你要把生命的主权很简单 不难 把生命的主权交回给上帝 让他的子弟 运行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同运行在天上 那么样的顺畅 那么样的容易 这就是真正的祷告 你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你只要承认他 顺从他 然后 如果你可以安定在上帝的时间 什么日子 什么情况 你都可以安定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属灵人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属灵人 你是一个所谓的圣人 虽然你在磁场上面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 你的心里面 有主的平安安定 有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属灵人 在面对最后的时刻 人生就是要离开的 他会很潇洒的 我走了 拜拜 我要去到 回到天父的家 没有挣扎 很多的属灵人 在一堆极大困难 苦难的时候 他可以高手赞美神 感恩一切 他可以安定在上帝的时间 圣经其中一个就是越过 当他面对最大的灾难 离到他的家里面 他自己身上的 他说 赐给的是耶尔华 收取的是耶尔华 让他自己决定 他安定 耶稣在做监牢的时候 他还是保守自己圣洁 他安定 各位姐妹 保罗要被杀的时候 他说 你要靠主禅死了 我再说 你们要禅死了 我交定的日子已经到了 他的死期已经到了 但是他喜乐了 信仰了 去接受他的死期 他要回天家了 各位姐妹看 基督徒的生命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充满平衡的 但是 为什么你得不到 因为你的心 常常被逆神 你常常选择 要你想要发生的情况 发生在生命当中 这就等于你要做神 你不要做人 因此送入 如果你选择做人的话 你每一天都行 我们看 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 祂自己过得怎么样生活 路加福音第22章第42节 Luke Luke 路加福音第22章第42节 段经文在克西玛里 就是耶稣叫上十一架 那段时间 他知道上十一架可怕 他知道他生命要承受 那个疼痛 那个痛苦 是他明白 他知道 他感受得到 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在未来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 已经感受到 他知道的苦 真的非常非常苦 他要承受整个世界 所有罪恶和罪灭 然后他必须死在世界上 并且要跟上一体的神 上帝和圣灵 在那段死的时刻 背负人的罪 和众主的时刻 分开了 那整个疼痛和痛苦 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他的感觉也感觉得到 理智里面明白的到 但是呢 他还是要去承受 他觉得非常的痛苦 他痛苦到一个程度 他的汗呢 藏着血流出来 是嫉妒的痛苦 痛苦在上人的面前 但是你听他的祷告 他三次祷告出来 这三次讲同样的话 他说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扯去 可以的话 有别条物种吗 可以的话 可以拿走这杯 他没有停在那边 接下来他说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识 只要成就我的意识 三次 父啊 这个杯真的很难 可以放别条物啊 但是不是照我的意识 是照你的意识 三次公 他站起来 信啊 走向释迦道路 为你和我 定在下场 他安定在上帝的时间 他接受你 在生命里面 所应该发生的那一件事情 今天有没有苦吗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苦 我来丢见没有 你才上帝的时间 这可能只是你的过程 认爱 这个可能是你的魔力 是上帝的时间 认爱 不过你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走不下去 走不下去 顺服 享受 你每一天是我 都出能力啊 每一天是我 你的心里面都有平安 因为你知道 上帝没有离开过你 你也没有离开过上帝 只要你承认 今天上帝在你里面 只要你承认这个上帝带领的 这是上帝带领的 今天你就改变了 上帝有上帝的时间 你不必计辨论 你今天就在上帝的时间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上帝的时间 怎么样认定上帝的时间 不难 只要你承认 大家说 才能力是上帝的时间 随存着上帝的时间 安定在上帝的时间 你就明白上帝的时间 上帝爱你 咱们给我一件好菜 告诉他 他不会给你不好的东西 阿们 上帝爱你 他不会给你不好的东西 阿们 每次在一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